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们就先从前面这边开始好吗 好 这是 对 我觉得你做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字 介绍一下就是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今天为什么会来这样子 或者是 如果是你也有 其他例如说有些议题 或者是好的讯息要跟大家分享 你可以利用这个十秒钟的时间来跟他 带大家来去谈 十秒钟来做完 十秒钟你可以再多增加一点点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你看 这样一个状况 你大概二十秒剩二OK OK吗 OK吗 好 来 好 其实我也会来自 因为我们基建主席 然后周B的设计 然后基地附近 就是在这附近 然后会有外老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想来听看看 好 因为其实你生活经历 那我们也就是会 其实会接触到一共朋友们 在你的 就是活动的一个空间当中 还有想了解 大家各这些 我们的看法 好 那自己呢 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先跳过 先跳过 OK好 那我们后面其实 在看完今天的影片 然后还有就是在 Retanzer的分享完 的过程 之后 也会有一个QA的一个时间 啊 你刚进来 那很好的一个timing 可以做一下简短的自我介绍 十秒钟就可以了 所以为什么来 或者是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黑猿蜂 然后对外 外籍老公来台湾的 这个议题 都没有进去 毕竟他是为台湾产生 劳动力 产生产事件 这样子 OK 谢谢 对啊 其实你会发现 他真的非常辛苦工作 那 尤其是长期照顾这个区块 其实今天因为 其实是从影片嘛 就是一个好的直辨的团队 他去拍这个主题 那其实 其实在来今这场这个讲过之前 其实我自己有回想起 我对于移工朋友的印象 好像也是满多的一个记录的影片 像以前我的高中补习班 英文老师林奇 我刚刚听过他 他曾经有拍过 这 讲的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 他说他拍那个奇录天堂 然后好像让他卖了两宫房子 但是他就想要 因为他就是常常各地开补习班 然后就跑来跑去 他就看到火车站附近 其实 就是有这么一群人聚集在那 但是好像就是平行时空 他在那边活动 但是台湾的朋友 好像就跟他 没有太多的一个交流跟交集 怎么会这个样子 然后 母亲影展 好像除了这个 其实 奇录天堂之外 有一个领境会导演 他其实好像是在去年吧 拍了一个面包琴而已 然后就觉得 我就觉得 对吧 2012 前年的时候 纪录面影展的时候 那台湾那时候 万代府也有去上 然后就去看了 然后就觉得 哇第一个配音话好听 然后第二个就是 突然就觉得 他跟他 跟他很精进 因为他 客人这么小 来自于德利宾的 那个长照的朋友 一个叫哈梅 然后也像贝斯 想来就放在家乡 然后来这边去陪伴着 我们的长者 那个 那个 那样的一个视角 跟那个观察 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相信 其实透过影像的部分 可能会让我们 再跟这些营工朋友 可能就长成文章中 刚刚有提到 有一些交友 有一些交集 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那 那怎么样可能 在更多 那种平行的状态底下 可以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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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有一些细细的节奏 就觉得把话题唱 我刚刚对一个很不好的示范 讲的超过十九分 但是 后面的朋友 其实你可以多分享一下 就是 或许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经验 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 所以来到这边 然后也可以让 这个创作团队 或者是今天的你谈人 然后可以更了解 就是大家今天来的 一些想法是什么 好 我是提待 来后一次 有时间就来 好 谢谢 OK 那你是来 一直知道今天的主题 在谈什么 知道 OK 就是在张震的Facebook上 看到几个消息就来 然后其实 我之前就招拿半个四方报 那因为是 之前的时候我觉得 半四方报是一件好事 会照顾弱势 然后一直到就是前几个 就是这两个月 我就到泰国那边 就住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那等于说 只能讲英文 跟讲泰文来口通 然后 那很长的时间 真是一种非常忽急的感觉 然后有一天就是一直 我都一直以为说 我的电视只有泰文 然后就 每天转转转 转那天有中文 而且是大露台 之后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才终于知道说 原来一个 一个 可以在异乡 看到母语的报警 或是电视 对一个异乡人来说 是一个这么大的危机 我才觉得说 四方报不只是 不只是一件好事 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谢谢 大家好 因为我这边 我是那个济南大学的同学 这样子 那因为之前也有听过 那个讲真的演讲 对 然后就是 因为我们学校本身 自己本身就有东南亚新所 然后因为我们辟修课就是 有通试课也是要修东南亚的学问 所以说其实我对东南亚 这一块议题很有兴趣 而且之前我在一广那边 也有大部分 所以就是会接触很多外劳 就形形色色 各个族群的外劳朋友 这样子 所以就是还蛮想要再继续多两件 嗯 好像上礼拜 那个在谈论那个 泰眠边境的 支援服务的时候 也有那个 来自纪纳的朋友 然后他讲说 你今年还有开了 你对我一个新疆课 对 我是第二次来的 然后我是跟媒体 然后也就讲到这里有兴趣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问题 所以 就是有兴趣不来的 OK 谢谢 嗯 大家好 我叫小宝 因为其实我来择五 算蛮多次了 那 我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 其实就是那时候 做成三十天的议题 是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说我更要来听这一场这样子 那因为今天人也要少 我就想说可以稍微感多一点 那 我对于就是 在台湾的 万多朋友们的那个图形 我就是第一天想到文章 是商业周刊有一天文章叫做 谁说台湾人没有种族歧视 那这篇文章 他就是很明显就是讲说 在台湾人的心目中 好像只有精华帝人 或讲日本语的人 才叫做外国人 那至于其他这些来台湾 帮忙我们建设的人 或者是照顾讲究 或者是照顾就是 小朋友的这些 呃 外国的朋友 就是可能比较中南亚国家 地区来的朋友 就觉得他们好像只是外国人 我们没有给他们同样的外国人的那种对待 友善的那种对 就是你比如看到金卡片 就马上去跟他打招呼啊 聊天啊什么 但是你在很多台湾人在逛这种火车站周边的时候 他们会一拍说 那边都是他们去给这种主要去那边很恐怖 就是因为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就是另外一个是在台湾人 就是类似新注明给我的经验 是我之前曾经在台中县 就是前台中县政府的家暴服务中心当过志工 然后就是主要是帮他们做一些整理 就是他们如果想要做离婚的诉讼的时候 他们需要一些法律的咨询的部分 然后帮他们做一些就是他们可能他们的虚传 然后他们的遭遇就是后来帮他们整理给律师 然后再帮他们去做处理这样 那在这当中其实你真的会一直看 就是尤其是在台中县这个度不算 就是非常非常多就是这样的 可能就是从外籍配喔 然后就是大陆西跟两次那 那就是那边的社工给我的一些感觉是 他们会觉得很多 我不知道是怎么讲 就是好还是讲出来就是那社工会告诉我说 他觉得那一些太太你就是来台湾生一个小孩 他们就等于拿到了身份证 就是他们可以留在台湾了 所以他们就可以就是就是可以等他离婚 这样子 他们有一些社工给我 他说说你不要太认真听他讲说 对那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 那明明就也是人 而且就是你从外交易就可以听到说 他们嫁到他们的家庭就是 先生就是吸毒又喝酒 然后又去就是赌博 然后又会对他家包 那里面的人又不把他当成人 他就当成一个生孩子的气 就是他们家的身材工具 只是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我 我单身的环境我也没有办法来下去 那他们我觉得好像很多人没有办法用那样的同理心去对待这些外国的朋友 那第三件事就是关于这个有关的事情是 嗯 我也有一个阿姨家去日本 然后因为种种原因 他后来就来台湾 就是有一阵他住在我们家 然后我们在国地邻居呢 有一个请了我忘记是哪一国的 就是当中的朋友啦 然后他早上的5点开始打免费 敲那个棉队的敲很大力 然后敲到就是我们独立动作听到很清楚 然后所以妈妈就会去关心说 欸你们怎么会让他一天可以敲棉队啊 他说就是要用力的就是叫他去做什么事情 不然他会偷懒什么的 然后就是 不然那里就是跟我妈妈分享 他怎么管理他的这位房优 然后他说他会让他出去帮别人家住 这完全是违法的 对 然后他让他去别人家措施 然后呢 别人 就是他去他帮忙 他们还是会帮他给他薪水 那薪水是给这一个我们的邻居 就是他从他那个朋友直接给那个邻居 那个邻居再给这个帮佣 然后他说不可以让那个帮佣身上有钱 然后我妈妈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说我们为什么呢 然后我阿姨马上讲了一句说 因为这样他身上如果有钱 就代表他偷钱 就是大家懂你的意思吗 就是他们随时可以收他的身 然后从他的身上看他 他有没有钱 然后为什么我阿姨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他38年前加到日本的时候 他婆婆就这样对待他 所以那时候我很大震撼 就是大家知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原来三四十年前我们台湾有些群人 也是这样这样去日本 然后到到这样的对待 那我们今天又这样 但过去对待这样的话 普通又是对的吗 我觉得都没有把人收 所以我想要知道说 我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帮助任何的人 不要受到这样的对待 所以值得我的分享 谢谢 谢谢大家的掌握 大家好 我是雨昕 上班族 我在南韩市 那我比如说 我对这一集没有什么认识 然后我比如说 我比如承认说 我跟艾老其实有一种 不太友善的态度也好多 所以我需要来给你们看 那我就是回想 我就是 这种态度 如果你说实在 我很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 我希望可以 都能来跟着他一样 因为我好像发现 我朋友都不知道他解释 所以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个 那这边真的帮你很勇敢 就是 开始去联查到自己的态度 就是 以前就是李守当人的事情 开始觉得说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或者是这样的看法 而且进一步想要再来了解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开始 谢谢 我相信今天应该也会有 很多很棒的收获 你现在就要自我身上了吗 我传到我这边 大家好 我是张正 很高兴今天来这边 我觉得形势很好 可以先 先了解一下大家的状况 那 因为我待会时间比较多 我就先不在用时间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于晨 然后有关于外籍老公的议题的部分呢 是因为家里有个阿嬤 但他需要一个外籍老公的专人 然后专责几乎24小时的照顾 所以大概 大概家里会有这样一个外籍老公出现这样子 对 然后还有自己的 自己家里的张望和车站 然后从以前张望和车站都是学生 到现在全部家人都去外牢 对 那 那其实 有人说 那外籍老公出的问题 但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他是帮我们解决问题的 对 因为他是帮了我们家很大 但是 而且就是生活在我们家里面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去了解他 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结束 那就是 我觉得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在家里 所以 我觉得这是可以平常一下 然后有什么 有什么方式可以去了解他 这样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永哥 那今天来的原因 跟 也跟旅程差不多 因为家里是有老人家 所以也是需要 有外籍老公来帮忙 那可是 这几个月下来 其实跟他相处 但是其实觉得 他们其实都很 差不多 其实不需要 然后感觉好像 还有一种 是另外一种的 类似的原因 大家好 我是丁卓安 我是来自香港 然后 为什么来自 除了带我们 来认识这个空间 还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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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是老相干来的 然后 要听说 今天好像 那个 主题是关于移工 然后 就是 好像 具体来说 其实关于成功 我们也不太知道 可是 因为 现在有很多遗兽 好像是 印尼 基尼 菲律宾 然后 前一阵子 有一个新闻 就是 引起了国籍的关注 就是 人印尼来的 移工 就是被他的故事 打得不成任性 然后 就好像 在前一阵子 也是有一个 菲律宾的一些移工 就是 争取拘留权的 一个官司 也 就算 被批评得很厲害 这就觉得好像 也蛮值得 這新加坡 台灣 香港 其實都非常仰賴東南亞 不管你哪個國家的朋友 來到這邊提供很多的一些幫忙 但是好像國家的法律就是 人進來了 提供幫忙來解決問題 但是他們的問題我們卻沒有 好像沒有去面對 或是正式去協助他們 然後我們願意去想想說 可以怎麼樣有一些轉換 那請好 我叫惠芳也是香港來的朋友 也是剛剛來接觸這個空間 然後我們在我們生活的社區裡面 也有就是談論到關於這個議題 然後就想了解一下台灣的狀態 我是阿滴 也是香港來的 然後因為我們自己也有在社區裡面 接觸到一些就是外國來的朋友 就是東南亞的 然後從他們身上也經過了不少 就是大概是歧視的一些狀況 例如說在香港 那些就是黎博爾茲的人 就是會被那些警察 就是不停的查身份證 就是有很不公平的對待 然後所以就過來就想親一下 然後也對台灣這種實驗的空間 就是比較有興趣 所以就 對 就是今天那個主持人 就是我們這個空間的負責人 好 大家好 我也是來自香港的 對不起 其實也是朋友 那我也就是剛剛好 是被淑慧就是 introduce 到這個空間來的 但就是今天很巧合的就是 這一題是關於外勞功能 但我就是其實在鄉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是東南亞籍的朋友 就是這些朋友可能他們是外勞的第二代 就是他們有很多在香港 Law跟The Enzo 就是第二代都是成偶的朋友 就是有時候會聽到他們一些 對自己身份認同的問題 可能就是他們雖然國籍不同 或者南式的地方不同 但是他們也是在香港這麼久 就是香港人 但是就是也聽到阿丁說 是有時候會在街上啊 或者是有什麼社會活動的時候 他們都會被聚在外面 就是有一些很多不公平的對待 所以就今天也有興趣聽到 對我之後有意見 大家好 我是阿長 對 什麼時候這邊又換方向了 網上真的很久沒有買到 而且展向很展向 好 然後那個 會想啊 聽這些提醒 我在看過 最近一個片應該是 紀元吉巴掌所講的那個 放他不在家 然後先前年還有一個是麵包琴的 就是我是看了麵包琴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那些我們以為在台灣 就是工作的人 其實以為說他的權利或資歷物 其實可能跟本國人工差不多 我以為只有差在國籍上面而已 也許有些待遇是比較不好的 只是看完那個紀錄片 我才知道說那個差的程度 就是這樣你會羞羽跟人家說 台灣是用這樣一個方式 去對待非本國的 來做台灣的工作什麼 那一中廣場有的人 有些台中人會覺得說 一中廣場老闆說 這樣台中公民情願到 待遇月的時候 比較多這些外國的朋友 在那邊都聚會 台中人可能會用一些 比較不好的眼光跟態度 去討論這件事情 我大學的時候在麥當勞打工 因為我們那是在車上附近麥當勞 我覺得現在消費的 所有外國朋友 他的消費成績比我強 你知道嗎 那是個還沒有智慧手機的年代 他已經掛一個iPad在你面前晃了 可是我們差不去正視這個問題 其他在台灣帶來的 就是說效益 跟他們這個族群 不管是外籍的工程 我不知道今天應該也會提到一點是 關於那個外籍新娘的部分 我覺得是一個被台人忽視的問題 但是他其實早就該發酵了 所以我也希望他今天可以有守護 有時候我們在講那個外籍新娘說 可能你們會比較傾向用 可能外籍配偶這個詞會更恰當 大家好 我叫劉亞龐 那我今天會來原因是 因為我家裡有一個九幾歲老公 然後就請了一個 我都叫他外籍康護 因為就是以前小時候我都看到那些 就是那些外籍老公 然後就會覺得說 會有點恐懼 就是會有 會對他們會有警戒 因為會覺得有點可怕 可是等到 我們現在有請一個外籍康護進來的時候 就是慢慢跟他相處 就是變成說 其實我們並沒有不一樣 就是到時候會變成一家人一樣 有時候就是因為 你請他們過來之後 可能過幾年之後 就是他們要回國一次 然後才能再進來 然後有時候他們回去的時候 那短短的幾個禮拜 就會覺得很不捨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形態上就有轉變 那就是今天小孩聽啊 如果我周遭有一些人 可能會有 有一點點那種類似 歧視的那種形象的話 那我該怎麼去告訴他們說 其實並不是他們的小娘 其實大家都是平等的 為了一些 這我覺得講話很棒 就是把自己這樣的感受 去提醒 可能他不自覺 可能過去他曾經受到 像剛剛的電影講 然後他以前受到這個 遭遇的方式去 不合理的去對待的這樣子 那大家好 我是志聰 那那個 我來參加也是因為 對這個議題有點興趣 然後 就是 應該最近這幾年吧 在電視上也有看到 一些拍攝有關 那個 這個東南亞方面的 那個有關的戲劇這樣 所以就來看一下這樣子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叫 我叫家哲 我是在青年運會認識朋友 知道 那個 哲學進去的活動 第一次來 謝謝 你以後常常來 大家好 我是嘉明 那 關於外籍勞工的話 我會聯想到一部分的外籍配偶 那其實很多新一靈 我不 我現在喜歡叫他們叫 新一靈 那他們 新一靈竟然是去 他們有一些人會有 他們的下一代 那其實這一些下一代 某一部分也會形成我們台灣人 台灣本土人口的一個 組成的成分子之地 就是組成人口之地 那比如說 在新一靈他們的教育方面呢 我覺得這是我會想要去 比較了解的地方 那在那之前 其實我們更應該關注 目前已經在台灣生活的 在工作 有多於台灣經濟付出 勞力跟心力的 這些新一靈 怎麼樣子 能夠讓他們得到一個 比較相當安全 或者是穩定的一個 生活條件 讓我們有機會 再對他們的下一代 提出比較相對 也許還是會有一些偏見 但至少相對會比較 平衡的一個做法 而不會有帶一些歧視 還在拍一些情緒的內容 對 我覺得好像還有幾位 某一有沒有自己介紹到 對 大家好 我叫穗米 然後是台中市民 然後也是先對這一題有興趣 然後想來第一題拍 像關於就是移工的部分 是不是我們現在可能就是 觀點會比較不一樣 那像早期真的 像以前可能我小時候 會可能大人幾下 就會有些防範之心這樣 然後找教學會想說 我們是怎麼樣產生這個 標籤化的心理 然後就像 就可能扯遠一點 像酗酒粉或是吸毒的人 他們是真的那麼壞嗎 本來就是天生是這樣嗎 還是我們沒有去瞭解背後的原因 然後就是近期所能的標籤化這樣 然後剛剛有想到就是 比較相關的電影是也 然後就覺得真的很好看 大家可以去看這樣 謝謝 所以發現其實很多的影像的紀錄 會對我們的一開始擴除 既有的一些想法 是一個滿好的切入點 就開始說原來 可能平常接觸比較少 除非就是真的 因為家裡有長輩 所以你有比較機會 跟外型朋友接觸在一塊 要不然其他來說 可能真是透過影像的一個 詳細的紀錄 然後帶我們進到說 另外一個就是原來 可能跟我們原分詳細不太 那我繼續 大家好 我是今天第一次來節目 那我自己也沒有辦法來一次 因為就結婚了有小孩 晚上要睡眠比較困難一點 那我今天會來 其實很多議題都很想來 今天會來是因為 我家就有一個外配這樣 不過我們家外配 跟金亞坦的對象不太好 我家是一個台銘混血 我先生 那他其實是比較奇怪的狀況 他其實是在台中師出生的 然後基本上媽媽就回來做月子 講雞酒然後就回美國去了 那我要講提到這個 他的特殊是因為他的身分的關係 所以那我自己也因為結婚之後 我們在追尋戰士過一段時間 我自己也是在結尋國家那個外配 在追尋戰的時候我是外配 我會想說他現在他是 他是台中師的外配 那我們有共同的朋友就是 一樣是台灣的女孩子 在美國結婚嫁給美國人 但是他先生呢是菲律賓義的 美姬菲律賓義的人 那我們回來之後 他就非常非常的羨慕說 為什麼就是好激怒 你這樣就可以 因為他平常想要回來台灣地區 可是他為什麼回不來 因為他回不來之後 他先生可能找不到工作 他們回來後說我們醫療 他那個先生在美國也是 大腹畢業 就是也受過高等教育 然後是在當地 他居住城市的市場主做 那個叫什麼 就是房地產孤價員這樣 算是相當好的工作 那我現在我要講到這個重點是 他回到台灣會因為他的膚色 跟他的他的那個樣子就是 他就不容易找到一個 我們所謂一般的就是 依照你的學歷來去聘請的工作 那時候他們回來的時候 我們談到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是用開玩笑的方式 就說對你回來 就只能去建築工地工作而已 那你回來幹嘛 然後我們就跟他大笑 笑完就突然有一種 一股很悲哀性分的空氣 在空氣房間裡面飄過去這樣 所以就是因為我們自己的身分是這樣 所以我們一直都對這個議題 相當的關心 包括我們在教育孩子的時候 因為曾經我們度過不同的社區 就在中間後面的社區 後面都是阿嬤們 然後他們的身邊就會有一位看護 對 那我發現附近鄰居跟我們最熟最好 其實就是這些看護很多人 所以我一直很關切他們的環境 包括我們會在家製的時候 帶孩子到 然後譬如說我們可能會進來 進城來買東西 或者是我們會到台中公園去逛 我們會刻意帶孩子去這個地方 看說其實這個 這個城市其實 我先向我先生的觀點 他就會很不利 他就覺得他去台中市 最有活力的地方 是在第一廣場 在台中公園這邊 那還是最 台中市最有文化多元 多樣貌的地方 所以這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今天很想來聽一下 看一下這個紀錄 這個影片跟 而且一直有在 稍微看一下廚房報的報導 非常非常的喜歡 謝謝 所以剛剛可能前面 有朋友也提到說 就是 怎麼樣去讓周遭的朋友 可能意識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能有機會 可以帶他去台中公園 滑滑船 就一廣場 尤其禮拜天 我發現這邊 這邊有很多他們自己自製的食物 就在成功路上 那個區段 不用出國 就可以感受到異國風味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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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而且就是 你可以在那個情境當中跟 跟 就是 或許你可以一開始不曉得 怎麼樣怎麼樣交流 但是你可以其實透過海脈的過程當中 裡面去做大家做一些互動 這也OK 對… 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阿拉斯好 我是 這個禮拜五的 廖廖祭坑 欸 關於這個問題 我記事記事 我 這兩天 我都不想在 在東方看了 他們很多 跟媽媽來的 我們這裡的 工作者 他們在那 為男方族 來的 他們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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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傳統的 服裝 我結果 有一段 我本來是在經過而已 結果 我看到他們 他們在那裡 我都要把他們照 做到 他們開口 他們很厲害 我覺得他們 在那一天 他們聽說 要我跟他們問 他們說 美國會一次 我們是台北 但是 我這時候 他們會一站 他們交通到方便的地方 我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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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就是在那裡 台中 北公中那裡 有些人就說 他們在那裡 他們在那裡 他在那裡 他覺得 他就是 在那製造一些 很亂 很大小的地方 但是 回頭你看 他們都沒有在那裡 我們台灣人 在那裡 在那裡 在怕 在那裡 比他們到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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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覺得自己 生日 生日 整個主要的觀念 就是覺得 他們在那裡 比較差 不對 我說 我在四十年前 我們接的阿姨 他做 土地當典 他們去 我現在說這樣 台語不知道 我有沒有聽過 我 加入他 你這樣會不會問得有點太晚 我一說 我一說 我在這禮拜 我都會特地來說台語 我們這把他家 這把他家裡就是唐哥 我為什麼說這個 我在想到 他在那裡 其實我 因為他走到那裡 想到裡面 然後他把他家裡 都在說 其實他的主見 到現在 看到當阿姨 或是我們這個地方來的 我們台灣工作室 他們的 差不多 都差不多 這是 我是有所了解的 我希望 就這個機會 我們能夠 從這些 台灣外 有這個工作室 我們從這裡來 我們有 更大的了解 因為更大的了解 我們能夠 看我們能夠做什麼 事情 你們專家 我們大部分的 工作室 我們台灣人的觀念 我 我要補充 還有一頓 這個叫 他九月二十幾 三頓到五頓 他現在 目前是一個 暢銷作家 一個阿兒手銅照 他的照片 我不知道 我知道他在MV裡面 你如果搜尋阿兒手銅照 就是他 就是他本來 他說的 他說的 多彩多彥 他其實 他 我也不知道 他是怎麼做 手銅照 我就開始了 因為我了解 他的全中 他全中 其實他對 他對 反而的部分 很厲害 不知道 這幾年 還不知道他去 研究手銅照 變成現在 變成這個 我之前發言 說要出錯 我都怕他 錯了 現在三頓 我也不知道 你如果要了解 這個 其實你 還有一天 不知道三頓 到五頓 來這裡 好棒 就說 贏他 謝謝 好 剛剛突然想到 我們有來自香港的朋友 所以我大概 簡單一點 這個還是跟你們說明一下 剛剛這位大哥 他是我們責任的志工 所以在我們有活動的時候 會幫我們 大家拍照 他剛剛提到一點 就是他自己的經驗 因為 可能因為很多的移工朋友 他放假的時間 可能就局限在禮拜天 然後所以都會在火車站沿線的地方 來做一個活動的部分 那台中的台中公園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廣場 那有一次 加瑞大哥去那邊的時候 他覺得 哇那邊的氣氛非常的棒 讓他忍不住 他本來只是路過而已 然後就停下來 然後跟大家聊聊天 去做一個交流 那他也希望說 其實在下那個場合當中裡面 也能夠大家去想一想 如何去扭轉一些這種 既有的刻板印象 因為常常人會去批評 就是另外的火車站前面的第一廣場 我不曉得這幾位朋友有沒有機會 因為其實離好辦這邊也很近 他就說 就是因為 那個 心明明在這邊聚集 所以導致這邊很髒很亂 但是其實 就忽略了說 其實很多時候可能自己 朋友本身在那個區塊 也並沒有多加愛護他 但是都把責任推出去 所以就是大概以上是這樣的一個分享 那後面有提到下個禮拜 大概有一個活動在這邊辦理 那個是阿兒手工照 國語講的 所以這個你們應該有提到 阿兒手工照 對不對 OK 好那以上 不會弄什麼東西 大概差不多是這樣 我們是不是還有朋友 沒有自我介紹 而且是剛剛進來的 對不對 來幫你 大家好 你好像進屬第一次來折舞 那今天對我這個話題 滿有興趣的 因為我覺得 新年明明 那是未來台灣的一個社會形態的結構 那對於這樣一個新的結構 我們要如何去 不管是接受韓融 或者是什麼 用其他方式來看看 對好像 我不能從那邊讀到一個這樣的資料 好像講少子話 但是其實我們的外配 其實真的對我們的那個 下一代的貢獻是滿多 因為好像平均大概 這個 子女的部分大概有到兩位 好 所以可能 像我在學校裡面服務嘛 可能我 接下來不久 就會接觸到 我們講說 新台灣之子 這樣一輩的孩子 OK 來 好 你好 我叫范章 那我自然放心 我們在快途林裡面 有任何一題 不管任何一題 我們都要先進來了解 然後 等於是善待了一個 異國的 他相對的 人來往台灣 對 為什麼是善待他 謝謝 謝謝 您是第一次來折五嗎 是第一次來折五嗎 好那歡迎以後 你們常常來 其實這邊會討論到很多的問題 然後 對齁 欸哥五哥五 那好高 是不是剛有剛進來的朋友 好來來來 大家好 我叫偉辰 我是第二次來折五 然後 應該算第三次了 但是第一次是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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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台那邊 對 對 大前 大前 第二次的時候 好 然後那是講故事的 是的 然後第二次是 然後第二次是 是講二二八的那個 事情 然後這是算第三次 然後我主要是要 來了解一個 一關志工方面的 還有一些 這方面的議題 對 還有說一些什麼 新移民之類的 對不對 對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這是 對 以新移民為主 等一下我們還會放一個 就是拍攝的 這個影片 我想我們會介紹這個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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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朋友 這邊的朋友 大家等一下坐在這裡 大家好我是楊總理 然後我是哲學新旗 我的那個 本志工 那 就是 其實我們在做哲學新旗 希望說可以多多討論不同議題 然後今天等這個議題 我等了有夠久 因為我們從一月開始 然後 剛剛有朋友講到 複數的那一場 我就要講一下 其實複數的那一場裡面 就有提到 新移民的議題 有來參加的朋友 他提說 因為這個為什麼 我們的樹一直 台中市的樹被砍 因為齁 台中市有工業區 然後所以為了要開發 所以就是引進了 呃 因為要開發 所以要蓋很多工廠 蓋很多工廠 會有很多外老來 所以是這些外老害了 我們的樹 都被砍掉 然後 他又講說 因為我們很多外老 禮拜 那個假日要在火車站前面 所以火車站前面 樹也都砍掉了 所以他們這個是 就是我們砍樹的這個戶樹 要元凶要回到外老 那聽 我心裡聽了 就覺得說 怪怪的啦 邏輯上怪怪的 就是說 欸為什麼 所謂的外老 都會變成一種 呆醉高雅 就是說 到底是誰開發 開發是財團在開發 還是外老在開發台灣的土地 我們沒有搞清楚 我們沒有搞清楚那個來源的狀況 然後我們可以很輕易的說 因為都是外老很多引進的 所以 才會造成我們的環境被破壞 這是會變成說 一種扭曲 尤其大家都講說 人權人權 所以有人在拚人權說 如果概念一錯誤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歸音 歸在外老上 是滿危險的事情 那我覺得 其實我們今天終於可以談到 有關於東南亞移動的議題 然後我想問一下 在座誰不是台中人 就是你的戶籍現在不在台中的 好 請放下 很多嘛 幾乎差不多一半 那我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來到台中這個生活的地方 我們大多數 我們都是新移民 也就是說 你其實是移民到台中來的 那很簡單啊 移民就是一種移動的過程 那移動的過程 今天我會在台北工作 跟那個菲律賓人跑到台北工作 不是一樣道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是為了要生活啊 要幹嘛 所以我會跑到一個地方去工作 或到一個地方去生活 這件事情 就移民或移工 這樣都是一個移動的過程 那所以我們就很難去理解說 我們為什麼 常常要聽到什麼 要善待移民這件事情 奇怪 我們自己跑到別的地方工作 我也希望說 我跟別人都是和平相處 我不會說你要善待我啊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就是討論東南亞移民移工的議題 我很討厭說 我們用一種什麼 一種比較同情的心態來看說 誰去 誰駕到馬里 或誰到馬里工作 所以我要對他好一點 不是這樣 而是說 只是人跟人之間 因為我就是到 到了某個地方工作 或忽然我的身分從台中人變成台北人 或台中人變成高雄人 就類似這種身分上的轉變而已 只是我們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會歸到那種最原本的初衷 然後 有一點包含像是移民或移工議題 我心裡是這樣想的 那 包含就是說 其實還有一個我想要提的就是說 呃 我們常常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像我在英國念書的時候 那我也要去打工 然後可是 跟我在一起打工是來自於不同的國家的 比如說在歐洲的話最多的輸出的 比如說是波蘭人 其實 可是你也很少 當然我覺得歧視的現象都會有 可是基本上大家就是 人跟人之間的那個相處 我不會說因為 你是 我會先問說你是哪裡來的 美國來的 大家是好朋友 還是說你波蘭來的就不是好朋友 不會先用國籍來區分 可是台灣的現象很特別 我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就好了 你覺得誰可以當台灣人 誰能當台灣人 誰可以當台灣人這件事情 如果我是一個 從別的地方來的 我從菲律賓來的 我可不可以當台灣人 誰可以當台灣人 我們從法律談就好了 台灣國籍法很特別 而且台灣 台灣有沒有難民 有 比如說從西藏來的 從中國來的 從這個不知道哪裡來的 好沒關係 但是誰可以當台灣人 真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 其實我們法律有一點問題 依照我們台灣的國籍吧 我們說 要成為所謂中華民國的國民 你知道 什麼樣的人 可以成為中華民國國民嗎 好我知道有人不承認中華民國 但你先用這個方法 就是說 在現在的法律上 誰可以當中華民國國民 用現有的法律來看 其實我們中華民國 有沒有護照 可不可以 中華民國護照 可以當中華民國國民嗎 覺得可以嗎 可以請舉手 有護照的 中華民國護照 可以當中華民國國民 請舉手 有 好請放下 沒有護照 可不可以 可是比如說他生活在台灣的土地 他可以當中華民國國民 可以 好 事實上就算你有中華民國護照 也不行 為什麼我們國籍法規定說 要護籍加國籍 護照是國籍 可是你沒有護籍 也就是說其實很多生活在台灣 這塊是一樣 你沒有護籍身分 沒有護籍就沒身分 所以例如台灣黨的 所以我們是嘗試用台籍的方式 排除可以當台灣的機會 可是今天很多人講說台灣要獨立 我也覺得台灣獨立很好 可是當我們在放棄一些很好的價值 譬如說像這種 可以去人跟人之間彼此尊重的這種 叫做類似民主的價值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台灣獨立會有點空的 這樣大家可以了解我意思 所以你要成為一個好的國家 我們要先擁有好的價值 大概先想想請太長 我們是旁邊還有一些朋友 有沒有那個自我介紹 因為這邊是賭卒人 所以我們這邊就 大家好 我叫黑黑 然後就是我今天擔任的是一個展示櫃的角色 待會如果大家就是看完影片跟分享之後 就是對於我們的作品有些感動 或者想留下一些什麼 就是歡迎來這邊看我們周邊的商品 然後就是對於今天的主題 我自己也想要分享就是三個 因為我在小學服務之前 然後我們就是我到班上的時候 我都會滿注意班上那些吸引女的小朋友 然後我覺得很好的是我在大部分的情況 我都不會看到他們被排擠 他們不會因為他們的角色是一個吸引女的小孩 我們就被排擠 這是我覺得好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是 就是我有發現台灣有越來越多的繪本 就是給小朋友看那種 是會有東南亞的文化在裡面 我有看繪本繪本裡面 他用三個語言 中文、英文還有泰文 就是認泰文字 然後去講那個故事 然後 然後第二個是我家對面住的一位 就是外企老公的女孩 他跟我差不多大 然後我很常就是打開門 我就會看到他要就是推對面的老伯伯 就是要很辛苦的把他就是搭進電梯 然後送去然後帶去 就是外面散步之類的 我每次看到他我都會覺得很不捨 因為我出門的時候 我就是會去我想去的地方 然後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甚至我在工作的選擇上面 我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可是他跟我年紀差不多大 然後我就是覺得很不捨 我覺得我們在很多感情上面 應該都是會有相似的感覺 就是我們在笑 我覺得開心覺得難過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就是 他們來這邊不只是辛苦 更多的是一種孤獨跟忍耐 一種不得不忍耐 然後最後是我覺得 就是要去對抗自己心中的歧視 是一個蠻需要勇氣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是一個很必須的事情 就是必須要去對抗我們希望 未來的我自己或是我的小孩 我的朋友們 活的世界是一個 會讓大家就是 那個比較開心的社會吧 我覺得 好 謝謝 看一下 謝謝 我們這邊是後面還有一些朋友 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嘉優 然後我也是這五個志工 那 關於那個移工的問題 我也覺得說 我們平常在路上看到 如果說先不要談移工 我們如果在路上看到 臉型跟我們長得不一樣 我如果說人種 就是他可能會有一些什麼 吐唇或者是其他的疾病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想要用 我們會用什麼樣的眼神 或者是用什麼樣的表情去看待他 我覺得當我們在很多人 在面對移工的時候 也會面對相同的問題 就是說他在一個弱勢 或者是所謂的 經常被歧視的 在這個社會的氛圍當中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不知道該怎麼樣去 特意的去看他一眼 想要表達說 其實我跟我們這個社會氛圍不一樣 還是說你會閉頭稍微散開一下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本身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覺得有點不知道怎麼樣去 跟他們表達友善的一個困境 我會覺得說在整個社會氛圍當中 好像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有一點難 或是只是對我來說而已 我想要簡單的講一下這個感覺 那我要公散服務一下 就是因為剛才中理在問說 大家都是台中人的媽的時候 我以為他要講那個 對對對他忘記講了 所以我還是要講一下 我們現在正在推那個 市長給問嗎 為什麼 因為好就像這樣子所謂的移工 那他到底是不是一個市政的問題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問 我們要問一下說 不管是未來的市長 或是現任的市長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他們把所謂的台中的這些移工們 當作是問題 還是是一個對城市發展 是更多元的文化的一個想法 所以麻煩大家上網可以看一下 市長給問嗎 在台中然後把門券錢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明天下午三點鐘 我們會在那個 一中街跟近五路口那個地方 會有所謂的老國前進 在那裡辦一個集會的遊行 那歡迎大家一起來運運動走走路這樣子 那晚上六點半的時候 也是在同一個地點 我們會有一個晚會這樣 然後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一起來演講 歡迎大家來聽 好 謝謝大家 OK 我們後面還有朋友 在地麥克風的同時 我也要那個 不好意思我剛剛也忘記了一下 因為我們那個 每一場折舞的講者 或是羽壇人 包括就是我們場地跟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是沒有支禁任何的費用的 但是可能還是 就是交通如果是從外地來的話 我們會以就是這個衣服箱 那這個部分來去cover就是交通的這個部分 就是這邊有演講費的 但是就是如果手邊有一些什麼零錢的話 就是離開來說也可以把它放進來這邊 那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我們是不是還有朋友 OK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就交給我們的好伴的阿娘 然後是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以及今天的旅盤者 到我們前面啦